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议题是从产地到餐桌 就是说我们来介绍台湾的渔业跟渔捞技术的发展 在广报的定义来讲 渔业是从水里面采取冻植物的一种经济活动 所以老师讲 在夜市捞金鱼也是一种渔业 只是我们通称叫休闲渔业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有很多洋流 像这一张是夏天的 这一张是冬天的 那么夏天的会有西南季风吹送流跟黑草流金 所以在台湾的大概这里 然后还有这里 这两个地方是最大的渔场 那当然如果我们沿岸渔业的话 这个沿着台湾海峡这边都可以 只不过我们这两其他的地方的渔获会少很多 那么到了冬天 冬天就再加上东北季风 还有大陆沿岸流 以及黑草的作用 那么渔场一样是以这里 大概是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为主 但是到了冬天 渔获会不一样 早期台湾人可以抓到很多的乌鱼 但是现在的乌鱼呢 因为中国道路的拦截 我们几乎都已经抓不到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乌鱼其实是以这个养殖为主 特别台湾很会养乌鱼 但是养殖的乌鱼 的乌鱼籽跟天南抓到的乌鱼籽就有一点差别 这个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提到养殖渔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渔业史 可以分回五部分 也就是 悲情愉悦 艰辛 殖民 本土 以及永续 那么悲情愉悦是什么 其实是以明清为主 那么在宋朝的时候 台湾就已经有在澎湖设置一个澎湖巡检师 那么到了明朝 因为当时的海盗很多大家都知道 所以在明朝的时候会在捕鱼的时候加一个禁忌 让你尽量不要出去 那么后来到了清朝 清朝当时是因为郑成功赶走荷兰人 然后在这边落地 那在这里 这个郑成功经营台湾经营很久 后来他儿子正经 可是这个时候 清朝的康熙皇帝想要把台湾收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如果大家有看到一些连续剧 都该都知道 我们所谓的千界近海 就是在这里 所以其实在明清的时候 渔民是比较辛苦一点的 那么后来到了这里 郑和 郑成功跟荷兰人的时代 荷兰人当时在统治台湾的时候 收的税叫做十一税 也就是收十%的税 其实是很重的 那么郑成功收回台湾之后 刚开始非常好 他命陈永华主政 然后他写了一个 创存田之志开渔原之力 那么把税负减半 所以当时渔民过得不错 可是后来到了这个政经时代 政经时代为了对抗这个清朝 所以他把税一直加重 甚至加到后来30% 50% 你可以看到这里 他对所有的 这个王啊 真啊 菇啊等等 所有的捕鱼 都另外征税 所以当时的渔民是 越抓越穷 所以干脆就不抓鱼了 这个是艰辛 那后来 在这个1895年 发生一个很重要的战争 大家应该都知道 中日交互战争 台湾割让给日本 台湾割让给日本 台湾割让日本 日本来做台湾 实名的一种叫做殖民渔业 那殖民渔业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这个殖民渔业 也就是说 他教你很多捕鱼的方法 甚至提供你捕鱼的工具 但是 所有利益归日本人所有 才能出去抓鱼 很有可能你抓回来 70%甚至80% 要交给日本政府 有20%是什么 让你可以活着 所以这叫做殖民时代 但在这个殖民医院里面 日本人的确对台湾还是有贡献的 因为他 有成立这个所谓的水产调查跟试验 也就是现在水事所的前身 那在这里 那么后来 到了这个 1945年 台湾光复之后 那么因为国民政府的因素 把整个货民政府移到台湾来 那么移到台湾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 民国34年刚光复的时候 这里 台湾的动力余只有697艘 而且都是20顿以下的 那么一直慢慢的增加 到了民国49年 我们的余货已经到了 25万公顿 25万公顿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那么慢慢一直到 到了民国92年 我们这里 民国92年 我们总余量 生产量可以到了150万公顿 150万公顿是什么 也就是15亿公斤 如果全买2000万来分的话 每一个人 每一年要吃 20-30公斤 那甚至受不了 所以我们大门的余货都怎么做成罐头 我们最多的就是监鱼 我们大家都知道 早期的黄色的标签 我不可以说名字 因为也是叶佩 黄色标签的罐头 现在是红色的 非常多 到这里 可是其实也是因为 我们这些年抓鱼抓得很凶 一直到了现在21世纪的永续渔业 第一个 公海 公海 早期的公海 就是随便你抓 但是现在 每一个公海都有国协 像印度洋有印度洋国协 北大平洋国协 北太平洋国协 就是说你到公海去抓鱼 可以 但是你要缴税 就是像这个样子 再加上 这个台湾 台湾 台湾沿岸以及海域开发不当 我们的沿浸海渔业 几乎都枯竭了 所以 现在我们 所有的这个 政策 所有的资源 都是用永续来讲 例如说 我们现在的养殖渔业 一年 这里是30万公噸 那现在已经接近了50万公噸了 就是一直在增加 那我们补货量 也慢慢的在减少 如果你有机会到 渔港去看 你会发现 很多的渔货 好大吃 结果都是什么 冷冻的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新台币去买回来再卖给你 冷冻的 那么 养殖也因为环境 还有这个 最后这个 药物残留 我们这两年都有提到我们的一些养殖渔业 可能被人家禁止 为什么 可能我们养殖班 发现什么 孔雀绿 或者说养什么鱼 有一些 就是 农鱼药的残留的部分 所以现在养殖渔业也开始比较 没有以前这么蓬勃了 我们要 改善这个养殖的环境 所以我们现在叫做永续渔业 接下来看一下台湾的鱼具鱼法 那我们分成 鱼捞业 及水滩养殖业 两部分来讲 那我们先看鱼捞业 鱼捞业 可以分成岩 济 以及远洋 渔业三部分 那么 岩岸是什么 就是说在我们的临海 十二海里中央 十二海里以内 每天可以出去回来 出去回来抓进海的 那 进海 也就是 在这里 十二到两百海里的经济海域里面 那么 这两个 其实岩岸的渔业最近抓了渔获 非常的少 因为我们之前有点过渔的现象 那么 来看一下 这个图 这里 就像这个样子 有一些 钓鱼的方法 例如说 这一块 就是这样 那我们最远到哪里 大概到这里 就是这里 南洋这边 然后可以到大概 再上去 大概到这边 那 尽量我们不要去侵犯 其他国家的临海 因为其实最近 这个 这两年大家可能都有听到 菲律宾政府 菲律宾政府 它 会利用你 如果越界的话 它就会把你抓起来 你到了临海 而且他不承认台湾 所以 我们很多渔船都被抓去 抓去 你要付一两百万美金才赎得回来 但是才是得赎 没办法 那这个政府就只好政府负责了 就这一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严靖海 常见的捕鱼方法 来 我们先看 第一个 金箔网 金箔网其实是早期 两船式的捕鱼方法 就像这个样子 它是两艘船一起出去 那么出去到了定点 我忘了讲一个东西 我们的渔业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三个字 叫做鱼探基 早期的鱼探基 可以告诉你水底下几公尺有鱼 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告诉你 水下几公尺有什么鱼 就是说水下五公尺白带鱼 水下二十公尺街鱼 水下几公尺有什么鱼 就是因为这一个鱼探基 让我们知道 下往下几公尺可以抓到鱼 所以才会抓得这么凶 好 那么你看 它等到抓到之后 到定点 鱼探基发现有鱼之后 等一下 先把指标移过来一点 好 到这里 那像定点 然后鱼碗放下去 然后接在双船一起收鱼 那么你看 在海底的样子 就会像这个样子 像这样 好像一个这个 我们在脖子上面的围巾 所以我们这个又叫做金箔网 那这里有一段影片 是台湾早期拍的 像这样 鱼船出去会是两艘 你看他们后面的鱼网 会准备好 那么等到发现有鱼 两艘船开始会合 会合之后 前后先用绳子把它固定好 让两艘船是在一起 靠近了 靠近了 不用紧张 两艘船之间一定有轮胎 让两艘船不会相断 好 接下来你可以发现靠近之后 两艘船的渔民就会 开始互相过去 那为什么 因为他要像这样 把两艘船的这个渔网 做一个结合 结合之后 好 他会给这个船长打PASS 跟说我们两艘的这个渔网 连在一起了 那么会有其中一艘船的 船长8号司令 好 现在OK了 现在再等船长下令 因为这边也是特别拍的 所以船长会搭配一下 好 船长在比较高的地方 好 现在差不多了 好 那么等到船长下令之后 会先把这一个 船头的这一个 先把它解放 好 船长在这里 高高的船长 海水哨子 后方的渔网就下去 好下去 下去之后 前面的这个吊枕 就会解开来 解开来之后 渔船就是到一个圆圈的方式 然后前面再结合收网 你看它现在开始两船 去绕一圈 那么 其实可见而知 这个网子不可能太大 因为这个船比较小 所以呢 它大概 直径我讲 七八十公尺 差不多直径的这个距离 好 现在两船开始绕一圈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加快一点 好 那么 等到两船结合之后 两边开始收网 好 两边都一起收 这样才会快 而且你不可能一边收 一边收网子 会放不下 两边收 现在开始再收了 那么收网收到最后 就是余后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 像这样 你看 它开始快收到了 再过来一点点 这里 还是再往下一点 所以不好意思 这里 大概在这个位置 好 你现在两船网子收到最后 那么 中间这里 这边 就是我们收获的地方 你看 鱼就在这里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两艘船 开始个别收鱼 不过不用紧张 不是说谁撈到就是谁的 而是两艘船到岸上之后 再评分这些收获 所以其实两艘船应该都会有亲戚关系 还可以一起出去 好像这样 好 这个就是金箔网 那么 金箔网 以前就是要两艘船 大概要二三十个船员 那么 现在呢 比较新的 它其实是微网 但是类似金箔网的样子 只是说它是一艘大船 就是像这样 一艘大船 带着两艘小船 这样的话 有一个好处 它可以航行到更远的地方 因为金箔网 早期是沿近海的 现在可以到远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演示 用一艘大船带着两艘小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比较方便 你看两艘船放下去了 然后船也很小 但是网子呢 就可以用很大 因为两艘就是只有 你看加起来就有大概八个人 好就可以扩散 你看 跟我们早期的金箔网 非常非常的将近 好你看 开始结合 那么等到会合之后 一样两边开始收完 你看那网底这么大 全部都是可以跟刚才的金箔网一样 但是你看它收获是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到开放的海域去抓鱼 那早期呢 我们这个鱼呢 是用网子 现在是用吸鱼姬 直接吸上来 非常痛快 就像这个样子 虽然这个跟金箔网已经不太一样 但是是用类似的方法 那这种捕鱼的方法 会比之前的这个鱼获多非常多 好 那么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里 在这里其实会提到 早期金箔网很兴盛 但是呢 现在 只剩下十多艘 剩下南方的只有四组而已 非常麻烦 因为我们现在改用什么 叫做 趴网鱼聚 就是俗称的三角虎 三角虎 三角虎 那三角虎的捕鱼方法 就是像这样 它是一用 这个有三艘登船 在前面放灯 因为鱼很多都是趋光性的 然后接下来用两艘 一艘母船 一艘子船 然后这样一拖过去 就会拖到非常巨大的鱼获 但是这个缺点就是 三角虎的捕鱼量太凶了 凶狠到很多鱼都不见了 所以这个三角虎目前已经不再发 三角虎的捕鱼的执照 尽量开始收回来 那又一旦发现你捕获过量 甚至会停止 暂停你出海的权力 就是这个三角虎 非常恐怖 那么接下来 第二个就是刘士王 这个刘士王其实 比较惊人的是 它是一种凝容神的网子 那透明的 那么它会有三四层组合在一起 那这种鱼网啊 前面的一个尖条 它就放在海底 好像一条万里长城这样挡住 那么接下来鱼其实看不太到 鱼一旦冲过去撞到网子 因为它是凝容的会飘 那一定要沾到鱼尖尖的地方 比如说鱼鳍鱼尾巴就會卡住 那鱼会挣扎 就越挣扎越卡住 而且它是三四层 然后这种捕鱼的方法是一种 大小通吃 没有限制的捕鱼方法 所以很多时候会抓到小鱼 甚至不吃的有毒的全部抓上来 所以目前这个刘士王 在台湾沿海 沿海已经禁用了 甚至小琉球 整个小洋球都不准用 那么在欧美地区 德国已经不准使用刘士王这个东西了 那么刘士王 像在早期 小时候我们去玩水 都会架一个像这样 一个刘士王 然后呢去玩水 玩回来 收王 就有螃蟹鱼可以吃的 带回去加菜 那么大概在十年前 我曾经回到同学地 这是哪里 这个是中山大学旁边 那么我有架刘士王 我架三个钟头 拉上来 只有两个海藻 什么都没有 就是沿浸海渔获真的差很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像这样 好像一个万里长城一样 这样一连过来 非常恐怖 那不过 这个捕鱼的方法还有更厉害的 我们先看一下 那这里我们只找到这个是 冲绳的刘士王捕鱼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像这种啊 一艘船一定要有两个人以上 没有捕鱼是一个人的 一定要有两个人 这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万里出去 肚子痛或什么 你就没办法开回来 这两个人 而这两个人 不是父子 就是兄弟 才会互相救援 你看像这样 这个是花枝耶 暖的耶 碰到刘士王照样卡住 你看就像这样 长长的 我们现在当然看得到啊 但是老师讲 如果我们在潜水 有时候我也看不到它 透明了 然后它现在开始往上拉了 那么这刘士王的缺点就是 拉上来的鱼是缠在鱼网上 那么有办法拿下来吗 很难 所以都是拖到岸上去拿下来 你看就像这样 所以有时候 你真的不是你要的鱼 你也得拖回去 你看鲨鱼也是啊 我是不知道 刘秋人吃不吃鲨鱼啦 台湾人会吃 台湾人最会吃鲨鱼烟 他还活着 来动一下 动一下 他还活着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 这至少可以吃嘛 对不对 但这种肉带鱼是不可以吃的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吃珊瑚的 所以会有毒啊 也是拖上来啊 像这个 这个我有养过耶 也是被它拖上来啊 甚至这一只还必要八千块 他们就拖上来 可是不能放下去 因为拖上来死掉了 那只能到岸上 那只能都 拿下这个 章鱼 有鱼啦 有鱼 有鱼 这些 至少这些都可以吃 然后 抓到两只 章鱼 他是软的 他也是没有办法去阻挡这个东西 炮弹 漂亮的炮弹 龙虾 你看 他刚才只是一个虚卡住 所以他一弹 弹到网子上 脚也卡住了 头也上去了 流氏网就是这么厉害 你看 这些鱼都是在 这些鱼都是在 这些鱼都是在这里 在这里 没有办法拿下来 只能到岸上 那 除了这个鱼的问题之外 还有其他问题 好 他快要到最后了 像他最后要收网 因为这个网子 你看就像这样 他连三无胶也拉上来了 除了这样之外 有时候他如果说网子 像这样 网子卡在这里 那最后怎么办 最后网子就会被拉断 那么 硬拉 准备硬拉 十几公尺的网子也有 因为他不可能下去拿 结果我们就像这样 结果我们就发现 网子里面 乌龟也有 什么都有 然后乌龟的话 需要呼吸 卡在里面 我们看到的乌龟 海龟 都是死亡的 像这个 这个等于是被钓上来的 因为这是一种 刃鱼 所谓的裸凶存 他的鱼公是 到的 一定要吞进去 所以他现在 鱼 吞不进去 卡住 他也跟着被钓上来 这个就是流翅王 流翅王的恐怖 除了抓鱼之外 也会破坏环境 所以台湾才会在沿岸禁用 好 那么另外一种更猛的 就是围网型的 他一样 是放流翅王下去 就像这样 他放下去 可以抓到鱼就对 接下来再把流翅王 围成一圈 外面也抓 里面也抓 这个是很恐怖的 就像这个样子 那另外 还有很厉害 我们等一下再看 那么接下来 就是溢网 溢网就是比较 这个环保的钓鱼方法 他是用鱼 船 当作钓竿 就像这样 这里 这一根 你跟对面这一根 这两根出去之后 卡住 卡住 这两根鱼网 其实老实讲 出去之后 就会平放 然后上面可以绑钓绳 那么 绑钓绳 它是用夹耳的方法 然后就是愿者上钩 像这样 这里有一段 这是在抓这个 我记得是紫春 抓紫春 就是安拉厚 安拉厚可能老一辈的人都知道 这个 这个非常好吃 但它是在花平宇那边抓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像这样 你看 它把钓竿放下去 放下去之后 然后呢 船长呢 一样 鱼探机 有鱼了 好 开始上尼耳 这就是尼耳 那尼耳的方法 通常都是船长自己做的 像我就会用贝壳来做 那贝壳在里面就会发光 鱼就会看到冲过来 那他们是用这个夹耳 然后噴到鱼就拖上来 那拖上来就是把耳放下来 因为你发现鱼就要拖 不然的话 它可能 那个鱼啊 会跑掉 那这是测试 那么等一下真正上网 就会 一整条鱼一支一支上来 这样 它一个一个放下来 这种捕鱼的方法 所以鱼会比较好 就像这样 你看它鱼 一次上来之后 就会整群整群被拉上来 非常多 这个很大支 这个 这个 这个啊 其实生鱼片很好吃 但是呢 只有船员有资格吃 因为到岸上就死掉 就先都会差一些 那么 当然船长很少在船上吃 他会抓到时候呢 在里面 放碎冰 就是先把它杀好 放碎冰 然后到岸上再处理 这样 你看很快 就会抓到很多 然后马上要碎冰冰 起来 它现在其实 大概就开始死掉了 然后到岸上之后会冷冻 冷冻之后我们吃呢 不会是吃一整支 就是我们俗称的吃虚 一块 一片一片的鱼片 这样 那这个呢 在台北的这个鱼室啊 甚至一些超市里面 就可以买得到 这样一片 200块 100块 200块 这样 这样你不用整支浪费 你可以买多少吃多少 就是像这样 这种 一神钓法 那接下来 托网 那么托网啊 就比较 会破坏生态 因为它跟这个流刺网一样 它是一种 无差别式的捕鱼方法 当然 我们现在有鱼探机 可以知道 我们要抓到的鱼 所以我们有分成这种 中层的 跟底托层的 这两种 来 那 虾托网 通常都是 中层的 那这种虾托网啊 我们可以看到 新型的 会有这种 小型的鱼具在这里 那旧型的就是 两个大网在旁边 现在都是新型的了 这是旧型的 甚至竹边的 那么 除了这个之外 一般我们还有 底托网 它还是中托网 底托网啊 就会像这样 它是用呢 像这样 两个钢板 这两个钢板 把这个鱼网往下拖 拖到底之后 再把 拖到底之后 下面整个网子 就会到底 那它会等待 然后再往前拖 这里有一个 鱼网下去的 这个示意动画 我们来看一下 就像这样 好 上面是符球 先把钢板放下去 钢板 会带着鱼网 一直沉到海底 那因为它有一个 浮球 所以我们这个 鱼网上面 鱼网上面 这边 就会浮在上面 把那个大的嘴巴 一样 这样去拖 那其实 这样的拖法 就是拖抵拖的鱼类 当然 在 比较深的鱼 也会被抓到 但是其实这样抓法 非常破坏生态 因为它其实是 底部这样在拖 不想抓的 全部都上来 那你可以看 这个示意图 其实是抓什么 笔木鱼 就是抵拖的 那这种拖法非常惊人 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 就是 台湾的抵拖网 现在拖上来 好 然后呢 因为它真的很重 它的余获量 非常的惊人 所以呢 工人要先这样 把鱼网绑起来 等一下再下去 然后一直往前拉 一直往前拉 拉到最后 带底的时候 就会看到余获了 好 快了快了快了 现在一直往后 往前往前拉 好 上来了 上来了 那么 到了这边 这边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带网 那么带网啊 太重了 这个时候已经拖 拖不上来了 那怎么办 旁边 旁边这个起重机 都会帮忙去把它吊上来 这样 不然人力是没有办法拖 那种 几百公斤 这是用盾来算的余获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往上 好 这边的人在操纵这个上来的地方 好 往上 往上 那么一般我们抵托网啊 不是多一次 挨出去可能说五六次 那我们看这一次 它主要是拖这个白带鱼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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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惊人的这个余获上来了 好 其实我有询问这个 抵托船的船长 他说这样的拖货很少 以前拖到那个船啊 甚至会清洁 好 现在我们看 下面 是一个火节 好打开之后 鱼就掉出来了 好像像 这么恐怖的白带鱼 昨天我有买白带鱼 三支230块 那你想要看这里有多少支 我估计500条没问题啊 它一次收获就5万 如果拖6次呢 非常惊人 那么白带鱼再会生啊 都不够拖啊 好 除了这样之外 来你看一下 除了白带鱼之外 你可以看到这些跳跃的这些 其实是小鱼啊 那小鱼它会放回去吗 大部分都不会 它拖上来这些小鱼 除了可以吃之外 如果是独家鱼就可以吃 如果是杂鱼的话 它们就会另外收集起来 送到鱼饰料工厂 主修 磨成鱼本 做成鱼饰料 就是像这个样子 那当然你看它里面 要抓到一些 像什么水母啊 这种比较麻烦就是混货很多 像这个就是水母 就是这样抵托 那这种是最恐怖的抵托网 就是超终极流氏网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影片是比较特别 这个是有人偷拍的 因为这抓到会把很多钱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鱼货 这个是欧洲抓的 这个鱼货多大 你可能看不出来 等一下有一个人 站在旁边你就知道了 他说欧洲抓这么多干嘛 做罐头 卖到全世界 你看这么多 这一次上来啊 不是公斤 是噸 几十噸 几万噸都有可能 好 好 人在旁边看到没有 人在旁边 人在这里 你就会看到 这个余货量 多么的惊人 这网子大概就这么高 然后呢 这个长度啊 可能 六七十公尺 这个鱼啊 这样抓三次 船就不行了 要赶快回岸上 这种 所以 很多这个国家 都用这种超级抵托网 都已经不准再用了 那当然因为这个影片 这艘船也被抓了 对 被罚款 好 接下来是一支钓 一支钓 是一种非常有趣又兴奋的一种钓法 而且它是一种非常环保的钓法 钓多少是多少 一支钓就是用 绑着钓线的钓杆钓上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就像这样 它不是一个人 是一排人在钓 那么 它会利用全面这些喷水的 让鱼在水面上 然后接下来撒鱼饵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是南美洲的一个钓法 H2O的这个web TV 感谢他们的应用上提供 就像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鱼啊 钓子是没有倒钓的 所以钓上来往后一飞 鱼就会脱钩往后 你看 好像那种起鱼鸡一样 但是这种啊 很考验鱼夫的臂力跟耐力 这个它两个中头好像走路快断了 它会轮翻 然后在季节上就一直钓一直钓 一直钓 那它们这样钓法 如果说比较小只的 后面就有鱼夫会把它放出去 就是让它确保小鱼可以长大 然后在进鱼期 让小鱼可以好好的 就是长大之后可以繁殖 它们会有繁殖器不可以抓鱼的 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有一个你看在2楼在撒鱼一楼这样 你可以看到每一只都是大鱼 小鱼会直接放回去 这种钓法 一只钓 噴水撒鱼儿 那台湾哪里有这种钓法 鹿岛 南鱼 它们在抓飞鱼的时候 早期就是用这种 然后它们是什么 需要多少钓多少 那么只有在鱼季的尾巴 多钓一点赛鱼竿 它们很做环保的 那除了这个另外一个影片 这里是这个马尔蒂夫 马尔蒂夫大家都知道 它的钓也是像这样 我来看一下 很厉害 然后反正海鸥就会等 它们被鱼掉下去 它以为有点昏厥 海鸥就会去抓 这个你看 这个是负责沙尔的 两边有人沙尔这样 那后面都不会占人 不然就被鱼打昏这样 这种就是最环保的 那么在台湾有没有 有 利导 那么你们可以上YouTube去看一下 打一支钓 台湾就会有了 那我们就不看这个 那定制网是 就说像这个样子 像这样 它是一种陷阱网法 那么这个网子多大 从这里到这里 可能会有80公尺 一个非常巨大的鱼网 那么 我们来看这张示意图 鱼游过去 因为鱼有一个习惯 会顺着鱼网去巡游 那么黑色就是种鱼的 红色就是又走出来的 像这个样子 像这样 那么它就会到最后这里 所以渔夫大概就三四天 所以是鱼 他只要买一个这个网 就吃不完了 那不过最近的这个鱼货 比较减少 像澎湖的定制网 鱼就抓得比较少 那么东部的就抓得比较多一点 好 接下来是岩神钓 岩神钓 跟刚才的翼网有点类似 不过岩神钓 是像这个样子 它是有一个主线 像这样 有一个主线这样拉过去 那每一个主线 六七个 就会有一个浮球 那这个就是附线 那这个上面 就会放 如果放活的鱼 或者是放非常有味道的这一个鱼 像我们又放什么 放鱿鱼 鱿鱼死掉之后 它会释放出非常多有味道的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好 这个是东部在抓那个鬼头刀 这个画面有点怪怪的 因为它抽烟 军捕人不会抽烟 为什么 会把钓线弄断 好 就像这样 那么 你一定要 这个早上 晚上就要放好鱼儿 你看就像这样 你看它放那一个一个 这个全部都是鱿鱼 那么 每一个会放一个活的鱼 但活的鱼它会用什么 会用虱目鱼 因为有人专门在卖虱目鱼的小鱼 让它们就有鱼儿这样 然后全部放出去 然后就等着收获 好 早期啊 是用竹竿 那么 可是会钓 所以现在用无线电 绝对 不会钓 有时候睡起来 哇 不见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 然后开始拉鱼 那么当然在拉鱼的时候 你看它 它其实不是徒手 旁边会有一个旋转马达 帮忙拉鱼 然后就开始 种鱼这样 种鱼就拉上来 鬼头刀 因为东部最多的就是鬼头刀了 那它这样拉 如果拉到一只鱼鱼 就赚翻了 如果是鬼头刀 刚刚好持平 有几个画面 其实是抓到那个石斑 这么大的石斑 那一只可以卖十万 就赚光了 就是像这样 那这种钓法 也比较安全一点 然后比较环保一点 不会是一网打进这样 像这样 你看很多 然后到岸上之后 就可以去处理 那么以前 买鬼头刀是买一整只 因为不会很贵 现在价格高一点 因为有人会料理 就会变得非常好吃 它变得非常好吃 它变得好吃之后 就会变什么 洗一洗 切一片一片卖给你 就像刚才我们看的 那后 就像这样 这样的话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工人有工作可以做 每天有杀不完的鱼 第二个 这样钓起来的鱼 又有环保 那么渔夫又比较赚钱 所以现在都用这种 岩神钓法 那台湾在台北 你会买到一片一片的 鬼头刀的鱼 偷偷说一下 台北渔市有卖 好 那么接下来 棒寿网 其实棒寿网就是用 这个 趋光性 灯火鱼月 用趋光性 那这种就是你看 上面 上面这个 就会有很亮的这个灯 不要小看这个灯 每一个都300瓦以上 这上面作业的渔夫 要戴什么 墨镜 不只戴墨镜 还是用那种 挖镜型的 因为连上面都要挡住 不然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没有做那个 你就会眼盲 会非常恐怖 这个 那么 像这个 秋刀鱼棒寿网 我们来看一下 秋刀鱼棒寿网 出海的画面 我们就不看了 往下 我们往前快转一点 快转太多了 再往前一点 好 到了地点之后 太阳也下山了 因为 棒寿网一定是晚上 白天 你的灯在墙 都没有太阳墙 所以一定是晚上 好 灯下去了 然后接下来 雨探机 开始 找到了 就开灯 开灯 秋刀鱼就会上来 你看这个 你看1.2 2.4 这是什么 几公尺底下有鱼 吸引上来 第一个吃的是谁 海鸥 就是这些信天空 先来吃一顿 然后接下来 灯吸引到这边之后 它会把灯关掉 开一个红色的灯 因为红色灯是最长的坡长 所有鱼就会开始往上跳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鱼都吸引到前面来了 好 开 看到没有 所有鱼开始跳跃 因为红灯吸引力最强 这个时候底下的网子慢慢往回拉 往回拉 鱼就会在网子里面 这只棒受网 就像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会开始抓鱼了 但是跟刚才我们看双船鱼的一样 因为它落太多了 它会用捞的 捞到早上捞不完 那怎么办 吸鱼鸡出现了 这个就是吸鱼鸡 直接插进去 然后哇 就开始这样吸陣器吸上来 好 就像这样 为什么台湾的秋刀鱼这么便宜 因为这一抓 都是用万来计算的 不是万金 是万围来计算 你看就像这样 然后赶快撒冰 为什么要撒冰 让鱼可以保持在低温 比较休眠的状况 你看这么多 放送网 然后接下来到岸上 在运到全日本去 那台湾 其实台湾的秋刀鱼 是第一种被吃完的鱼 那我们的秋刀鱼怎么来的 到北一点的地方去抓的 这样 这个是放送网 那么另外一种放送网 就是我们喜欢吃的鱼鱼 在哪里 南美洲的鱼鱼 那你看它是怎么抓 就像这样 先跟吸上来之后 接下来用这种网子 那它是一种迷耳的方式 然后呢 现在是把鱼鱼捲上来 你们看喔 捲上来之后 上来上来上来 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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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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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透过这个黄色的圆盘 这个鱼鱼 这个鱼鱼就是往后飞出去 然后这样弹弹弹弹弹到这里 这个运输带然后往后 那這些魷魚因為被那個燈光吸引上來都在暗上 比較接近表面的地方 然後魚網又下去了 這樣下去上來魷魚一直上來 早期魷魚很便宜 可是因為現在我剛才說過 很多公海都有國協 我們要付給阿根底那邊錢才能夠抓 而且魚樣也變少了 所以現在為什麼以前我們去烤魷魚三隻一百塊 現在可能一隻就一百塊 比較少 那這一段其實是很久以前的畫面 他們怎麼樣抓魷魚的方式 就是一樣燈火然後運送上來 可是因為畫面比較差一點 不好意思我估計這應該是六零年代的畫面 就這樣開啟魚端 然後接下來魚探機 這都是必備 然後接下來開始滾 滾上來 滾上來之後 就一樣用傳送袋送到魚倉 但是這種處理要現場馬上處理 因為牠要保持新鮮 所以在船上急速冷凍 然後到這裡了 然後後面就有很多人在處理這樣 先把它裝成一盤一盤的 然後為什麼要 然後上一張紙 因為這張紙等一下急速冷凍後 是在冰塊裡面 這樣就知道這一貨是誰的 好 然後接下來像一箱一箱排好 一箱一箱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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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變成一塊一塊的這個 魷魚丁 那這些魷魚丁呢 就會送到搬運船 這個船是不會回台灣的 就一直抓 一直抓 然後送到搬運船 然後就送到冷凍貨櫃 它那個手套是一種防寒手套 我也有一個非常大 超過這麼大 很厚的 然後這樣 然後接下來這些貨呢 用搬運船就送回台灣 一個一個魷魚兵 這樣 早期真的很多 現在真的啊 數量少很多 來看一下 它接下來送到船上之後 就運 好這已經到台灣了 到台灣之後 台灣怎麼處理 裝箱 裝袋子 我們在台灣看到就是這樣 一箱一箱的 然後就可以去買 以前啊 一箱一千塊 現在一箱三千塊 就像這樣 這是燈火漁業 另外 這也是磅獸王 燈是在水裡面的 然後它就像這個樣子 不好意思 再一次 它其實 就像燈開好 然後船一直往前開 魷魚就一直衝 一直衝 衝進去 如果你想看這個 大概八月到九月 你到海邊去 往瑞濱海岸 就是 都是這樣一個一個 綠色的燈 像這樣 燈火漁業 就像這樣 那當然還有很多啊 像這個 石戶 以前在抓這個 鯊魚的 或者是像這個 最有名的 澎湖七美的 雙心石戶 然後插手網 就是像這樣 這個插手網 用兩根 像這樣 兩根竹竿交叉 然後下面用繩子 綁住一個網子 然後這樣 去撈魚 這個是拿來幹嘛的 撈魚鳥用的 這個插手網 那麼插手網 就要提到這個 黃火漁業了 黃火漁業啊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捕魚方法 每一年都有 大概六到八月 你可以去參加 要錢的 那你可以去觀摩 很有趣 這個黃火漁業 那黃火漁業啊 等一下 好 金山本輝啊 我們馬上跳到這裡 跳到抓魚的方 對 那我去撈魚去吧 好 那麼黃火漁業怎麼抓魚 就像這樣 其實這一照大家可能看過 因為 之前有一個飲料 就用這個為畫面 你看就像這樣 它點火之後 然後呢火過去 然後插手網擺下去 魚就會直接跳到插手網 這是一個傳統漁業 不過現在啊 比較失微一點的啦 因為新的網 網子一撈 全部抓到了啊 這是 傳統的 那這個火其實是 不是用瓦斯 而是用電氣質 加水產生的雨絕氣 傳統手中黃火碾燃的時間 約10到10秒 一點火 你看雨馬上就跑出來 然後翻過來 這一定要有配合好 不然過去就火刀頭把了 他們都是有配合性的 這種黃火漁業 有機會去園流看看 八九月 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從金銘就開始抓了 你看 光耀的多寡或全靠於 熟練的程度 精量配合 非常有趣的黃火漁業 那標旗雨 就是像這樣 人站在上面 然後呢 後面會有指揮 指揮不是指揮標旗手 而是跟後衛船長說 左轉右轉 那現在以前一定要標到要害 現在不是 現在有這個 三根魚標 這個魚標 會連到哪裡 連到高壓墊 所以它在魚的任何地方 都會讓魚昏迷拖回來 這裡有一段 一點點的那個 這個 其實眼力要很好 因為旗雨清晨的時候 在吃飯之前 它喜歡在水面上跳 所以它就會看遠遠的有沒有魚 有魚 然後呢 而點音是在清晨的時候 日出 現在看 發現了 發現了 發現之後呢 你看它有魚會跳躍 發現之後呢 他們趕快 標旗魚 一般是兩個標旗手 一般是兩個標旗手 一個指揮手 一個船長 這兩個標旗手 準備好 好 指揮在旁邊了 他現在在比手勢 通知那個船長 左邊左邊右邊右邊 然後呢 看到 就插下去 剛才那個聲音就是那個 高壓墊的聲音 然後拖上來 第一個動作 你先把魚打分 然後第一個動作呢 把魚劍切下來 不然的話很容易傷到人 標旗魚 這個要 腰力 眼力 手力都要很好 而且現在抓到旗魚啊 都非常大隻 可愛的見旗魚 好 就像這樣 那砍鉤啊 就是像 漁船把這個網子拖到大海 然後有岸上的人 全部合力把它拖回來 叫做砍鉤 現在你可以 有兩個地方可以體驗 澎湖的水里 或者是 石里 跟石里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在宜蘭的這個 頭圍、狀圍都有這個 就像這樣 你看 那老師想 其實我去參與過一次 沒有什麼漁獲 拖到很多小隻的沙丁魚而已 那我拖一次要五百塊 那我分到兩隻沙丁魚 這樣 這個是一種體驗 那四手張網啊 就是像這樣 或者是像這種 四手張網 然後拋網 這就是手工型的了 那我們看一下日本達人的拋網 整理好 因為我做過很難 像這樣 拉好 他要利用這個 向心力去撒 這樣 你看喔 這樣 非常厲害 這達人才有辦法 我撒過一公尺 他們跟網子一樣大 這個是撒網 那還有很多獻群方法 例如說像烏公網 或者是這種 或者是這種 那我們今天來朝鮮在這邊 放這個蛇龍 我們是不是要用這個丘刀魚 那這種啊就是 那個路口啊是 魚可以進去 但是摸霸出來 所以他一直往裡面游 游到最裡面 這樣 這種是陷阱網 那通常都是 掌槽 掌槽前放 然後呢下一個退槽來收 就可以收到了 蛇龍放了快一天 他放五天 來看看放了五天的籠子 那個螃蟹會不會很多 喔 手要冰 我們 快轉 手要冰欸 喔 驕傲在那邊 喔 再往前一點 他就是擺慢還可以 客人 客人 這邊 就說 這種網子啊 會抓到很多像這種螃蟹 再過去一點 還要再過去一點 好就像這樣 拉上你可以看到 他 所有漁獲會在哪裡 最後一個 就像這樣 烏公網 然後一直往前拉 這樣 抓到螃蟹 魚民都會有這個觀念 太小了 放回去 那這種烏公網啊 是一般民眾 那魚夫用的不是這種 魚夫用的是這種 圓形網 如果你在這個 像這個 北部的這個 白沙灣的那個 複居魚港 是複居吧 應該 然後 就會放很多很多像這樣 那它的這邊 就是中間這裡 就會釣一個鵝 可能是魚頭 然後螃蟹就會進去這樣 我們偷看一下它的畫面 你看 放進去到海底之後 今天你會發現 這個 這些都是路口 只能推進去 不能往後 好 然後就要等待螃蟹有沒有進來 好 有一隻有一隻 有一隻 在那邊混 有沒有看到 它在找那個路口 螃蟹很聰明的 準備進去了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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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趕快趕快 越來越多螃蟹聚集了 因為其實 會放魚 那個味道很重 螃蟹就會靠近 在這裡 跑進來 跑進來了 它竟然發現它也咬不到 因為螃蟹弄著 然後又在裡面晃 然後出不去這樣 這種 海底就 然後有時候 一抖就會抓到很多 這樣 甚至在裡面打架 好 這就是蝦龍 然後還有這種蝦龍子 其實我們講這麼多 台灣的漁業真的很會抓 但是我們很會抓之後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等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抓魚 為什麼會抓到 魚都沒有了 我們來看一下 魚海洋生物資源面對的問題 我們這四個 我們先看一下第一個 沿岸漫漁業資源的過度開發 其實是我們台灣 比較小啦 那麼台灣的這裡 漁場有限 所以在有限的狀況底下 當你的漁船過多補撈的時候 它下一代沒有辦法去補充 就會產生過餘的現象 所謂的資源過度開發 那再來 拖網 這些積極性的漁法 除了拖網之外 例如說像這個流速網也是 它會破壞海底山蝸礁 你看 拖之前 是這個樣子 拖之後 變這樣 空空的 其實這個 在全世界都有這個現象 就說拖網的確 可以漁獲非常的高 但是缺點就是 拖網再復原至少十年了 好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在柏威一個現象 他們也是用這個 底拖網再說那個 雪魚 他們最喜歡吃雪魚 那麼 你看 你看 就像這樣 這種 底拖網拖上來之後 的確 雨漏很多 但是缺點就是跟我們剛才一樣 慢慢的 底拖就沒有了 所以其實剛才看到畫面上就是 慢慢開始在 減少像這樣浮魚的方法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綠色和平組織有在關切這個 底拖網 因為真的太 你看 這個漁獲量這麼驚人 好 所以很重要 然後接下來就是 台灣 早期我們所謂的 電魚 炸魚 毒魚 像這種電魚 當然這個現在都已經禁止了 都已經禁止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 超抽地下水 這個在我想 雲家南 甚至到了屏東都有這個現象 好 家裡鹽水真的很麻煩 如果是一年到頭幾乎都被淹 您受得了嗎 但你看到雲林 沿海就是這個狀 他們叫做 入住啦 水淹進來啦 這樣 立層下陷的狀況非常嚴重 全縣20個鄉鎮當中 8層16個鄉鎮 平均一年下陷的速度超過3公分 20年來下陷已經超過半層樓高了 如果抬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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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年四 不要說小小的 10年就這樣 20年就這樣 30年就這樣 就差不多這樣 你的房子一樓就不見了 對 其實這個啦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的 這種地層下陷的問題 這個 甚至那個地層下陷之後 大概就是什麼 海水倒灌 就像這樣 你看這麼嚴重 海水倒灌 加遠變汪洋 居民說一年煙熱的次數 呼吸不起來 現在不管晴天與天 通通進入正被狀態 喪罪 所以像這種情形 有辦法解決嗎 有 第一個 就是說養殖業者 用濾水的方式 你抽可以 你不要每天抽 你濾水 一個禮拜抽一次 可以的 但是呢 漁民就必須要買這個過濾的這個系統 就需要花錢 那這個政府就會開始補助這些事情 盡量把這個解決了 再來第二個 遠洋漁業的不撈魚貨 就是說 你如果 假設現在我們在印度洋抓這個鮪魚對不對 那麼我們 要求政府 漁民要的政府 我們要抓鮪魚 好 一年我們要抓30萬公噸 可以 你就跟 印度洋國鞋買30萬公噸的配額 但是你要注意 你不能抓超過 因為印度洋國鞋 其實你這個 這些漁船 都會停告這些國家 然後用貨輪再回去 所以其他都會檢查的 但是如果說你沒有遵守的話 你可能明年就買不到 所以這裡要注意 就是說 在漁場配額不足的時候 管理手法制度 都會受到國際社會的質疑 現在就是要注意這個東西 那第三個就是意外的補貨 就是說 來看像這樣 這個圖很多人看過 就是這個小海豹 它這些是什麼 廢棄的這個 我們漁網的那個染線 結果靠著 這隻長大之後這邊就會收縮 通常這種海豹就會長不大 還有像這種 像這種 像這個海龜也是 那接下來就是像這種 非對象魚種 當我們抵拖拖上來 剛才我們看到抵拖是拖什麼 白帶魚 可是呢 水母也抓到了 問題是小型的魚也抓到很多 這種混貨太嚴重 就是像這樣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在捕蝦子 拖 可是你拖蝦子的時候 小魚也拖上來了 這種就叫做混貨 比較麻煩 那另外你看海龜 就會有這種 不要的也抓到的現象 金沙 不過現在金沙是不可以抓的 所以你現在如果抓到金沙 要怎麼樣 你要想辦法放出去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漁船有時候會輪流 站一個海岸紀錄園 現在政府都有做這個事情 然後還有這一個歌旗 這張照片其實當時引起很大的震撼 把鯊魚的雨旗跟光光丟到大海 我老師講 絕對不是台灣人幹的 為什麼 台灣人從魚頭吃到魚尾巴 全部都要吃 你要把它全部抓上來 你不要像這樣 這個畫面其實這個照片 引起很大的震撼 就是這個 甚至有影片 你們去Youtube查就會有了 這個畫面太嚴重了 就是 我們都知道這是什麼 魚是根 最嚴重的就是這個 這個 就像這樣 就像這樣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 沙魚作為海洋中的霸主 少了個魚旗 應該每多大問題 遲早都會重新長出來 而根據海洋專家解釋 魚旗就相當於人類的小一樣 只要製造成 砍掉是不會長出來的啦 然後是無法再重新生長的 而在弱弱強弱的海洋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這樣 其實在很多海洋都有這個現象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海岸污染跟沿岸破壞 像這個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 看見台灣的二人溪 然後還有像這種 家庭廢水也是像這樣流出來 不過當然 所以現在政府有追蹤這個 衛生下水道 讓你的這些不好的水 可以排到這個 我們的下水道處理場 我們就不看 然後接下來這一個 這個是最嚴重的 就是我們台灣的海岸 都過度水泥化 放這麼多幹嘛 越放越嚴重 然後你看像這個 這個都是一個海岸 結果全部都拿來蓋什麼 蓋漁港 台灣漁港非常多 然後還有很多水泥化之後 除了人很難下去之外 動物要上岸也沒辦法 就像這樣 這個是什麼 看得出來嗎 這是什麼 海龜爬行 海龜要上岸要殘暖 結果會上來撞 撞到削坡塊啊 這一隻啊 這一隻有記錄下來 因為這一隻要上來殘暖 結果他爬到最裡面 有殘暖 但是他後來沒有爬出去 就死了 那這些裡面的海龜 但有另外處理 以免 這海龜 小海龜噴出來 他能爬了過這個 下不過才有鬼 所以這種就是 海岸一旦水泥化 其實不但我們沒有辦法下去 他們也上不來 所以其實這一些就是 台灣的這個 海洋資源的問題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的這些 就說像這個 我們的漁獲太厲害之外 我們剛才看那麼多漁業 第二個就是 我們水泥化太嚴重 第三就是什麼 我們的污染太嚴重 所以才會有這些重心俗 所以我們要怎麼辦 就有這七個目標要做到 這裡就是第一個 減少漁撈 第二個 參與國際組織 然後加強海洋資源 然後推動責任制 然後資源保育 然後台灣有很多的海洋保育區 最後一個就是生態以及環境的監測 這是我們現在在做的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這一些 然後也可以順應政府的政策 來保育我們的海洋資源 謝謝大家 這是我們今天的課程 謝謝大家